洗头发还憋服面膜 确定是在美发院吗 是的 您没有看错 这是美容美发业者 透过一夜结盟 推出来的新点子 当初我们在做客人服务的时候 常常发现我们客人 做完美发之后 似乎缺少什么东西 经研究之后发现 他脸上好像失去一些光泽 于是乎我们就想到 为什么我们不做面膜的服务呢 也可以整理头发 也可以让他脸漂亮 所以说我们在找到面膜当中 我们好几次 做两次的我们员工的体验会 我们员工说都很好 所以我们把它都推出来 那推到我们客人之后呢 我们客人也反应非常好 初期是大概三位 客人就有一个要失服务面 那最近呢 他们可能看到很多人都做着服务 我们客人的业绩表非常好 所以当初我决定 我们的一夜结盟是对的 我们一夜结盟可以相互的拉持 相互增加产值 对我们这里店里的业绩 也非常有帮助 很多人因为工作忙碌 没有时间保养肌肤 趁着打理头发的时候 顺便做个皮肤的深层护理 不是唯一一个有效率的爱美方式 我平常上班很忙 然后没有时间就是敷脸 所以我就会顺便在这边敷脸 然后利用时间 然后蛮一举两得的 一夜结盟拓展销售管道 增加商机 业者和消费者都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可以说是三方皆赢 不景气 对懂得变通的业者而言 似乎影响不大 东台新闻 吕依卿黄威台东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